50% to 50% right away 我說天啊 我說糟糕了 我說不但沒有幫忙 還要剪這個生意 要剪到50% 後來我就自己跟我講 你要正經 你要正經 這是你的關鍵 你千萬不要 然後我就想起來 我就跟他講說 他說 no problem Yeah you can cut the 50% You can cut our business to 50% I would say to be fair You have to cut every vendor Not just us By the way how do you know Those vendors They are all private company How do you know they are 15% of your Walmart business 那時候Size已經狗雞跳槍 英文也突然比較好 所以我說 我就講得很激動 講了一間有 眼淚差點出來 一定要fight 後來我就想 你不fight也死 你fight也死 乾脆就fight了一下 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後來他就吵吵了事 就沒有這樣做 後來我講 後來他跟娘講 其實我並不tough 那時候實在是 大家馬上cut我 那公路死了更快 那我說絕對不行 這個事情最喜歡的 沒有事 那我剛出來說 跟Steven說 你知道剛剛發生什麼事嗎 等等等等 還是很激動 就說幾乎 假如當初沒有 我馬上fight過去 他馬上這樣做 我們公司更糟糕 那另外我就講到說 我們也請一個 有PATINT方面的專家 和律師 幫我們寫一封信給 那個羅馬的President 那是叫David Glass 我說 跟他講說 你這個Nike這種高門 是embush 就是幾乎是突擊 你這個鞋子都沒有 他們後來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這件事情 Steve都有involved 我們都是合作無間 後來Steve就到了 所有賣Nike Elmada鞋子的店 都去買 我買了五六支回來 我發現有些鞋子裡面 沒有marking 有些鞋子marking錯掉 所以我們就去想說 這是embush 你這個 你自己的鞋子 沒有mark那麼清楚 你就要來告我們 這是不公平的 怎麼那麼糟 你什麼東西都應該有warning label 對不對 塑膠袋不要套頭上 都有warning label 你這個完全沒有warning label 你就這樣告 這是不公平的 這個就叫起來 然後我就另外寫一封信給Paul Carter 他一直對我們 我說Paul 這是我們公司的生死關頭 你一定要確定 這個David Glass看到這封信 我說 你這是真的 那時候真的去祷告 後來過了差不多一兩禮拜 我突然聽到就說 哇 我馬上訴了 哇 我們高興得不得了 再過一次 就是 我馬上訴 上訴 上訴了以後 而且我們贏了 那從此 這種 這種 所有pattern law都改了 就是說 除非你把鞋子能夠mark correctly and consistently you cannot claim the profit loss 就是說 你除非你這個鞋子的商標 寫得很清楚 就清楚 pattern number 1235 你都寫得清楚 而且你不能說 這支鞋子鞋 那個生產線 這支鞋 那個生產線 你忘記鞋 你這樣也不能夠claim 這個loss 這個為什麼會有六百萬呢 就是說 它這個六百萬是說 我們公司的profit 因為你跟我馬做生意 你一定要indemify它 什麼叫indemify它 什麼叫indemify它 你就是說 你這個品質做得不好 你要負責 你這樣有法律問題 你要負責 所以就是說 它這個 那這次被告的話 就是說 我馬的profit 跟我們的profit 偷偷價錢六百萬 要我們負責 所以才會有六百萬 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這樣就 這個就贏了 贏了以後呢 那後來又 我們那個 幫這個 律師費 我們也花了 將近一百二十萬 那後來我就跟 有一個律師談 我說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 拿回這個律師費 因為 我們一開始 有這個lossu的時候 那個保險公司 馬上就說 我不跟你 我terminate 這個relationship with you 就是不跟你 我們的條件 就斷掉了 我不跟你做 那我就說 我們去告這個insurance company的話 剩算多少 他說大概百分之十二十 我說那我要花多少錢 他說 你大概花十萬 我說我不能再花多錢 我沒有那麼多錢 他說 OK 我們十萬塊 我們來試試看 結果 我們就告insurance company 結果insurance company 就settled 為什麼 他假設跟我們打官司 假設他輸的話 那所有人被告 那insurance company 就馬上都要 替他們付保險 那個律師費 他們也受不了 他們並不喜歡 變成是一個law OK 那所以那個 他們就跟我們settle 就拿回來96萬 所以這件事情 我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 很 講說 滿完美的一個階段 你們將來在美國最怕就是法律的問題 那自從那個事情以後呢 我就覺得我們應該公司應該要有很好的制度 怎麼樣防止被告 不要說等到告禮後呢 被告 我們又浪費 又花了錢 然後我們的信用也會受損 而且你根本沒辦法專心工作 那時候在Nike的時候 法律的file就那麼高 我們生意的file才那麼低 一天我看那個 那我們這個字典查的鑰匙 看了前面忘了後面 看了後面忘了錢 這根本是非常是一個浪費時間 非常這樣 所以這個我們從此就 後來我們就害了一個in-house lawyer 就我們就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OK 那現在目前的話 是公司還是很慢慢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這個成長 OK 那就是這樣情形 那我其實我們那一年那個被告 那個Nike的事件 還有另外一個叫Rapport也告人 那那個是Rapport是他的上司 就是Ribach 所以Nike跟Ribach都告人 那年我們真的是傷頭腦筋了 我這個都是先想想過去 也是蠻怎麼講 到現在我都很記憶很深 很深啊 怎麼發生的這樣 我們美國公司已經做了37年 台灣公司也做了43年 OK 那我剛剛過了71歲 所以將來公司 將來怎麼樣的話 我以後再跟你講 我們公司後來會變成怎麼樣 OK 那我這次 我這次 我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想你們在這個 你們在這個 將來在工作 就是在做 你們做氣管系總是想要做生意這些東西 每個事 我們那時候覺得做生意很困難 每個時候都有困難 可是每個時候都有人成功的 所以並不是覺得 那我這個Nike的可以讓我有感覺 就是怎麼樣 嗯 我覺得就是你平常的話 應該跟工廠啊 跟客戶都要保存什麼關係 你要給 要不要覺得你可以信任 那你當有困難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 你只要很誠心跟人家講 只要你不要騙人了 人家通常也會幫你忙 那這是 這是 我 我的感覺 另外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特別講的就是說 你們在將來的館家都會碰到很多困難 當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一定要面對它 那我 你知道我做生意做了四十 就將近四十幾年了 太多太多的離職 很多工廠倒掉以後 老闆就跑掉了 結果 因為你今天一跑掉的話 你就 你整個事情就out of control 別人幫你再弄 那別人幫你再弄 那別人幫你再弄 並不表示 他會把你的力量當作最優先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面對這事情 尤其在很多十字路口的時候 你要做決定的時候 你要做決定的時候 你一定要 絕對不能逃避 要面對現實 那這是我的一個感想 我希望給同學們 也是一個 這是 我覺得很好的教訓 OK 我再次謝謝學校給我這一次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了我這個 這個經驗 事實上我從來沒有跟人家講過 所以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 今天講 各位能夠成功我這個 談話當中 也能夠 你們在將來做事 也能夠想到 欸 這事情還是要面對 怎麼樣 那我今天也 不需此行 OK 那我 我最後祝大家 學業健康 身體健康 家庭 幸福 還有呢 就是說 將來事業成功 當你事業成功的時候 不要忘記 回歸學校 哈哈哈